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建筑都是清末明初的一个建筑 身处的地方是西湖边的孤山路附近 所以还蛮漂亮 生活就是走走停停 欢迎回到猫五郎的频道 继续是我的杭州72小旅行 来到第三天的行程 早啊 昨天晚上睡了一觉感觉现在好了很多 感觉像是活过来了 然后现在先在酒店里面吃个早饭 可以看见酒店的自助早餐选择还算是蛮多的 也是五星级酒店的平均水平 费用已经包含在房费里面 还有一些带有当地特色的 比如酒酿蛋花 糟鲁带鱼 素鸡 豆皮等等小吃 还有这个现煮的杭邦粉面 可圈可点的是 搭配粉面的小菜和焦头都很好吃 这趟杭州小旅行本来是今天晚上就要回程 但没想到航班在昨天晚上就被取消了 也是没有想到这趟行程呢 还不会这么多周折 因为原本订的那个航班呢被取消了 所以又重新订了一次航班 昨天晚上原本那个 已经换了那个航班又被取消 所以也就是说 A航班我们换到B航班 然后B航班又被取消 现在是C航班 所以原本呢 在杭州只是想待三天 五十多小时的一个行程 然后现在变成了四天 七十二小时的行程 但可惜就昨天晚上开始 那个身体就不太舒服 所以希望今天还能够呈现一些 好玩的地方给大家 所以在买票还有出行之前 都要密切关注航班的最新动态 还有航司的官方通知 今天上午 我们就去一个保留了 清末民出风情的街区逛一逛 从酒店来到杭州市区的北部 会有点像时空穿越了一样 这里就是小河直街历史文化街区 保留了一定数量的历史建筑 小河直街在金航大运河 小河还有鱼航唐河三条河流的交汇处 现在中午时分来到了这个小河直街这边 它这个小河直街历史街区 其实是在金航大运河的旁边 那大家都知道金航大运河 它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的时期 那然后这边的小河直街 它是开始于南宋的时期 那后来呢 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建筑都是清末民出的一个建筑 小河直街这边都是典型的水箱民居 是一和两街的格局 面向街道的一楼是商铺 二楼就是居所 是下垫上窄的形式 那说起这个小河直街呢 它从南宋开始呢 就是很多的商铺所在的一个地方 一个聚集地方 所以在这边可以看到很多的酱油铺啊 米铺啊 还有打铁铺啊等等 然后在清末民出的时候呢 这边也是一个比较多人聚集的地方 现在这里有很多的特色小商店 还有可费和餐厅等等 不过不知道是现在防疫的原因 还是当天中午12点还算太早 很多商铺都是关门的状态 找了一家可费喝点东西 但很可惜这家可费是不能拍摄的 总体来说 小河直街比较适合逛完杭州一些主要的景点之后 作为补充来闲逛放松一下 顺便拍拍照打下卡 天气好的时候还是很出片的 这里地方不大 预留一个钟到一个半钟的时间也足够了 今天的行程还是挺随意的 边喝咖啡才边定下来 要去领饮私附近走一走 在路上就来了一场不期而遇的大雨 虽然这场大雨耽误了我们一点时间 但可以让我们领略到雨中的杭州 也别有一番意境 而且天气也没这么热了 原本想去的领饮私来到售票处真的会很劝退 因为这里把领饮私永福寺涛光寺统一捆绑在了领饮非来风景区的门票里面 如果要去领饮私的话需要同时购买非来风景区的门票和领饮私的香花券 总共要75元一项都挺反感这种捆绑销售的 所以这次只能和领饮私无缘了 转要再去感受一下雨中的天竹路 领饮私到法庆寺的这一段有很多文创店和茶馆 非常适合散步 还没吃午饭的我们 也刚好碰见了有收藏过的这家素食面馆 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知足 应该是想表达知足常乐的谐音 这家在杭州小有名气的餐厅 店面不大 但是显得很精致古朴 据说平时周末来一定是要排队的 今天这里这么清闲 看来还是得感谢这场雨啊 汁味拌面算是他们家比较招牌的面食 有花生碎 蘑菇酱 黄瓜丝 拌开之后又充满浓郁的芝麻香 手感的面条柔软又有韧性 还挺好吃的 生煎素饺的馅料是各种切碎的蔬菜菇菌 饺子底煎得很焦脆 吃起来还有很扎实的口感 波仁米花名字很特别 波仁两个字取自佛教 这款饮品就是介于酒糟和米酒之间酸酸甜甜的感觉 吃完午饭顺便就去旁边的法庆寺参观一下 夏天竺法庆寺是杭州唯一的女众寺院 也就是说这里的出家人都是女性 也让法庆寺多了几分秀雅 天竺三四当中 夏天竺是最早创建的 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 逛完夏天竺 我们打算做一个特别的巴士 去西湖走一走 杭州在2019年新开的这条1314路巴士 玩的就是1314这个弦音梗 连站牌都用了甜蜜的粉色 巴士往返在宋城景区和一公园之间 也是一条旅游巴士 串联起了西湖 断桥 雷峰塔和苏迪等等著名的景点 彻底停雨之后来到了西湖边去逛一下 今天下午就是这样懒洋的过一个下午 现在我们所身处的地方是西湖边的孤山路附近 这还蛮漂亮的 西湖实在是太大了 这次我们就直走一下孤山路和白堤这一段 在这段西湖边这里可以看到杭州的老城区 然后可以远眺到杭州的新城区 酒店我们住的那个前江新城里面 新旧杭州我们都看到了 对面是雷峰塔 连接白堤的孤山路感觉和白堤融为一体 也是人文汇翠之地 浙江省博物馆 楼外楼 贫湖秋月和断桥等等都在这个区域 长长的白堤也把西湖分割成了外湖和里湖 外湖自然是很开阔的 里湖的景致同样秀美 荷花田是北里湖最有特色的景致 沿着白堤都有很多长椅 很适合坐下来休息放空 喜欢分享小众旅行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和关注起来 也记得开启小铃铛 欢迎留言和发表情给我 让我知道你们的观看感受 所有旅游拍Vlog也真是一个体力活 虽然今天的状态比昨天好了很多 但还是胃非常疼 因为毕竟那个慢性胃也还没有根治 这两天也没怎么吃东西 所以胃口也不太好 然后拍Vlog的状态也不太好 所以真的是身体健康非常重要 尤其是喜欢旅游的朋友 晚饭时间 我们去到龙井村附近的茶人村 继续来吃杭帮菜 这里同样是排队餐厅 也记得可以提前在著名的点评网站的微信公众号上 可以线上拿号 餐厅由一座百年老宅赶进而成 这几年都在杭州本邦江浙菜热门榜的第一名 菜牌上很多菜都很想试 而且价钱还算比较适中 龙井茶香鸡带有肉香和茶香 龙井茶叶的加入去除了鸡的油腻 鸡汤香浓可口 鸡肉已经炖煮得很酥烂 最适合配上汤汁拌着白饭吃 唇指中也会留着带有鸡肉味的茶香 现在拍到的升级版东坡肉是店员已经帮忙切分好的状态 点一份刚好可以几个人分着吃不会太油腻 跟以前吃过的东坡肉有点不太一样 脂肪的那一层吃下去竟然会有广式烧鹅的烧鹅皮的香气和味道 还有比较特别的是带有软骨的部分 私房和虾取用了体型还比较大的和虾 油炸过以后很酥脆 配上香甜的酱油很好吃 肉饼高蟹里面也加了一点花雕酒调味 可惜就是可能还不是蟹的季节 高蟹没什么肉 不过我觉得肉饼才是主角 已经吸饱了蟹膏和蟹脂 真的是一口一个鲜啊 可惜肉饼有一点点柴柴的 如果肉饼再厚一点或者肥肉再多一点就好了 蜜汁桂花山药看上去就知道很养生 刚好胃不舒服想吃一下山药 口感很软糯就像在吃甜番薯 还带有甜甜的桂花和红枣的香气 如果没时间去茶馆试龙井茶的话 也可以在这里点上一杯 最后三个人总共消费了465元 晚饭之后沿着西湖逛了一下 然后走去了湖滨商圈 这边有很多旗舰店 来到杭州要试一下当时深圳还没有的茶饮品牌 这家春风据说主打的是国潮养生茶饮 点了苦瓜柠檬茶和小调梨汤试了一下 银品的甜度都是很自然 感觉会喝得很安心没有负担 希望这里的中式养生茶饮店会越来越多 最后推荐一下我们连续吃了两碗的甜品店 这家方米方米的甜点真的会被惊艳到 他们家蛋糕最让人惊喜的地方 就是无比丰富的层次和口感 还有很多深圳看不到的口味 套用最近的说法就是绝绝子 杭州的第四天上午的时候就敢去机场回程了 这次的行程也是收获满满吃了好多的杭帮菜 也去了好多杭州景点 但是有很多的遗憾啊 这次的实地状况不是太好 所以呢也没有拍到太多很理想的行程 比如说是胃炎啊也没有吃到太多的杭州的餐厅那样子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杭州的时候还能够好好的玩一次 好了那么这次我的杭州72小旅行就全部分享完 顺便预告一下下一个系列的视频 将会分享我去内蒙古和大兴安岭追寻秋天景色的旅行Vlog 记得留意我的更新啦 喜欢这些影片的朋友记得帮忙点赞分享又或者留言给我 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关注起来 想看更多小众旅行影片的话 也记得开启小铃铛不要错过猫五郎的更新 生活就是走走平平 我是猫五郎 咱们下次行程再见啦